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首先使用测距轮来观测跑道距离 我们可以从影片中发现几个问题 测距轮没办法很直的走在跑道上 导致距离增加 且因为测距轮的精度极低 所以很难测得跑道的真实距离 火栓 在这支测的距离有所增加 在这支测距轮的距离有所增加 在这支测距轮的距离有所增加 经过测距轮的试验后 我们决定改用精度较高的布卷尺来观测该跑道 由于我们所使用的卷尺长度只有50公尺 因此我们需将跑道分成三个段路来进行观测 为了要确定分段位置 所以使用粉笔在跑道上画一个记号 以便观测跑道总长之距离 最后我们决定使用我们学校最新确的全测站经纬 在使用全测站经纬仪的测距功能时 首先我们先在跑道上的尾端架上临近 并在起点加重全测站经纬仪并定心定品 来进行本次的试验 以下是其中一个跑道的数据 透过测距轮卷尺以及全测站经纬仪的实测后 并且统计出来的结果 发现跑道确实有些许误差 假如学校要重建100公尺的跑道 应该以100.000公尺正负0.045公尺为验收标准 才不会引起争议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